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了 整个中国资产就包括股票房产车子票子所有的中国资产终极大崩溃 最后撑刺跑狂潮即将来临 最新消息来广州市政府今天早上紧急挂出 这个公告我一看这个内容不得了了 广州市政府声称要彻底甩卖 政府持有的政府自己的拥有的在广州市诸多核心地段 核心房产他自己政府的房产公务员宿舍都把它卖完了 都把它卖完了 哎呦喂 而且这里面涉及的条款 还有定的价格 说出来那是吓尿大家 哎呦那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分析分析 这个详细的这个这个细节啊 魔鬼在细节是吧 另外一头的不单是广州 广州那就刚刚开始啊 那才哪到哪呢 另外一头啊湖北也来了湖北也来了啊 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了 各地政府跑啊一个字跑啊 所以这个地方政府开始啊 这个东南湖北你说罚几个税哪里够 是吧 罚税也不够啥 这个罚罚电动车也不够啊 不所不用其极 但这终归是会导致整个盘口的崩溃啊 那另外一头就是什么 中央也发生了哎呀中央也出手了啊 就中央媒体啊 中国的官媒啊 我们都知道中国哪里有什么民间媒体 中国都是官媒 中国官媒放炮了 这一炮呢打到中南海里面去了 说什么呢 支持支持各个地方 倒查三十年 就中央大力支持 各个地方就明确放出信号了 支持大家查税 你们这个民间在这个 哎呦我对吧 我们那个查税不得了了 那些民怨沸腾是吧 一方面确实也是民怨沸腾 但另外一方面是吧 中央放风了 支持这个行为 这就火星撞地球 你明白老百姓 张献忠也来了 李志诚也来了 这个洪秀权也来了 这个都回来了 是不是啊 一个个小伙伴们啊 这个这个历史上的 这个这个熟悉的面孔都回来了 那另外一方面政府 这个琴呢 是这个这个 这个韩武帝都回来了 所以这个这个 所以说这是终极大崩溃啊 还有一个消息 这也是表明啊 这个要赶紧跑了啊 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海关呢 都开始什么 收紧对于中国的移民 收紧对于中国移民啊 首先是日本这边啊 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紧急通知一下啊 这这就不得了了啊 所以这个啊 这个你看跑也没机会跑了 所以就玩独的了啊 所以这这些事情 我们抽在一起分析一下 先说说广州这个事情呢 那就不得了了啊 广州产权交易所啊 就公布了 挂牌22套广州名校东丰东路 东丰东路啊 就是市中心那个广东省政府旁边嘛 22套东风广场景城花园啊 这个几个小区啊 这个房源当中啊 这个景城花园一套房产最低的挂牌价 已经是到了7万元一个平方米 而在去年10月份啊 同一个面积的二手房长交均价 其实那这个均价当时还没算最贵的 有些都到了10万块钱一个平方啊 所以去年卖10万块 今年卖多少7万块啊 而且是均价均价啊 现在还有更低有6万有5万的啊 所以呢 这就是什么 这个出现的这个甩卖 而甩卖的这个这个 谁在甩卖呢啊 挂牌转账上述22套房产房产的这个 国资企业 是一个国资企业是广州清工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啊 以下简称广州清工资管 那就是什么 就典型的老国企 像清工业这些也早都不做了 以前其实啊都是国企 就没有民企嘛 在这转轨过程当中 属于最被最早被被抛弃的啊 就以前剪头发都是国企 啊餐饮都是国企全部都是国企啊 这就都是国酒企业以前是 那清工集团可以讲这个 这清工业做手工这些是最早了 这个国企都不做了啊 这个就不好做嘛 而且最早抛弃的就是什么 广州酒家以前都是国企啊 这个这这这些服务业嘛 不好不好做就早都不做了啊 所以这清工集团可以讲啊 就是最早转型就是有一些国有资产啊 房产啊这个商铺啊就拿出来出租 就最早转型资管的就就不做实体这一块了 这这些行业早都下放所谓啊市场改革嘛 就就就这国企不做啊啊 这个这个像有一些好做的 比如啊水电煤啊那个那个县信里的啊对吧 那那那你是家族是吧 那那那什么店那些就躺着啊 天天那个那个开开关全全国老百姓用店 我就躺着收的这些他就他就还做啊 他就还做的啊反正就是中国国企改革嘛 那这就在清工集团我们听听这个名字 我们知道他就是老字号他这个词 持有很多就特别体制类 你可以这么讲他就最早转转过去了啊 这个这个是老国企老国企 他所以也也是这属于体制类一个核心核心机关的 核心机关部门就广州清工集团 那那就甩卖啊甩卖他旗下的房产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吧啊 这个记者了解到去年五月份已经是卖过一次了 广州清工资管集团当时挂牌转让一批东风广场二手房 哎当时呢我们也做出了报道啊 所以我我是有点印象这个事情当时也做出了报道 我就当时也就是政府自己跑了吧 大家这个这个房产你赶紧赶紧甩卖了吧 你看跑完又跑 而且呢去年挂牌价是九万八千四 而今年挂牌价七万二就均价均价啊均价啊 明白因为政府挂牌价它是有严格规定的 它是有一个严格的评估 而且它你看它不是放啥中介 它是放这个广州产权交易所这种 也是体制类对体制类就都是对口 一般人谁挂什么产权交易所这种东西啊 就是它整条线它涉及一个规定叫做国有资产流失嘛 啊不能够太低的啊 都是有有一个整套系统来到来到评估啊 这些东西 所以起码这个相对吧 相对而言这就很严格了 很严格了 现在也不存在什么利益诉讼的 因为市面上房产多了是啊 所以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 以前的低价利益诉讼现在也没有了啊 所以想要中国房产那这也没有了啊 现在接了盘也是烫手生育 所以也就证明今年比去年广州市中心的这个房产 跌价30%这个是官方清点 就官方认定的也是非常权威的 因为因为如果低了这个广州清空集团 那像这种也比较呆滞的体制类集集团 他他做事也是一板眼的 就不会有有什么太太太突出的行为 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什么统计局说 百分之十那那就是已经是住了水 广州市政府告诉我们今年比去年下跌 百分之三十房价 因为这是政府自己卖的房子吗 低了百分之三十啊 相比广州深圳更离谱 深圳部分老破小学区房跌幅更加明显 曾经的网红二手小区八卦领宿舍 都是老公房嘛那些 因为有学区跟拆迁的加持啊 在2021年曾经这个成交均价到14万 14万啊 然而目前八卦领宿舍最近一次成交均价 仅4万块钱一个平方 14万跌到14万块 这就深圳的房子 14万跌到4万块 跌了10万块钱 哇这是百分之多少 大家就算啊 14万跌到4万 这就深圳了 所以现在还有 你看这个官方媒体也这么报道 我念的这个就官方媒体啊 就是这个专家接送记者 的时候表示学区房整体回落是大趋势 他里面说的学区房啊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 其中一些本身居住属性较差 前几年涨幅过大的学区房大幅下降 加重了部分业主的出逃情绪 这说的也没错 说的也没错 就学区房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是没有意义啊 为什么因为中国整体出生人口在下降 所以在中国玩一个东西啊 一定要会及时跑路 房吵不住千万别住 千万别住 吵一把赚了赶紧跑 在中国永远是一样 中国很多东西永远都是过眼云烟 都是黄粮一梦 你迟了跑就是那个灰姑娘的这个玻璃玻璃一样 一现行你这个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身上穿的这个啊 这些漂亮衣服全部都没有了 就就是这个故事是一样的 学区房你看两三年前到处在吹啊 学区啊有个好学区啊上学 以后上学根本不是问题 为什么 学校都要关门 我们看到数据是今年我前两天我们结 民政部的结婚数据 我也我们也说了嘛 下降百分十啊 然后是这个肉额圆啊 你看到21年的时候一年 肉额圆债元人数少了13.06万 到2022年一年就少了177.66万 这个债元这个肉额圆学生 到23年一年 就少了534.55万 就每年你看这个地震啊 从十几万到500多万 他这个减量会越来越扩大 这个历史性的拐点 一旦过了这个拐点那是疯了 这个大家注意大崩溃啊 这个21年的时候 肉额圆关停了5601所 到23年的时候 一年就关了27.40万所 同比减少1.48万所 这全中国一年关掉1万多所 肉额圆 肉额圆 你不是开玩笑 有很多国家 一个国家都没有1万多所 肉额圆 我怀疑日本 我们要算一下 日本也未必有 1万多所肉额圆 我看日本的未必有啊 所以真的是 一年关掉1万多所 中国我说 中国一年少几百万人 几百万人是一个 人家一个国家的人口 肉额圆的数量快速减少 我们将会看到 因为这个是会延续影响 而未来三到五年 我们将会看到 非常明显的小学的关闭 小学也会关掉 因为你关了肉额圆 后面就关小学 关完小学就关中学嘛 因为你现在肉额圆少了 是不是 过两年是不是小学生就少了 因为现在的少了的 肉额圆学生就升到小学去嘛 是不是 所以关完小学 关中学关完小学 关大学 我们很明显会看到 这个趋势 现在都是死锤 且不说 每年的结婚出生人口 还在下降 所以你跟学区房 以后还有意义呢 也没有意义 那个学校还在不在 就不好说了 过两年就何必呢 让你们去 这个镇上也没有了 你有本事天天做做做 中国哪里管 你们读不读书 你们有没有书读 中国共产党管嘛 不单只如此啊 这个湖北你看湖北广电 这个上市公司啊 昨天晚上这个湖北广电集团啊 你看就就就啊 这么这么一个公司公告 在六月十三号公司持股 百分之五以上的湖北省楚天 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其实就国企啊 都是国企啊 广电我们一听就知道了 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减持股份 一千一百四十万股 一千多万股 中股份百分之一 就是什么 跑路甩卖 就是什么 官方国企 亲自转融通 你们天天说不能转融通 不能出借 不能不能跑路不能减持 国企跑路 而且湖北广电明确明确公告 此次转融通出借 跑路 符合相关规定 啊 完全合法而归 哎 所以到政府自己跑的时候 都是合法而归 大家千万别心 那玩意 无情那玩意啊 啊 什么这个给你们严格监管 监管都是监管老百姓 都是监管民营企业家 国企自己跑呢 他管吗 他不可能管 明白吧 且所以大家不以为的管住 几个大小飞 管住几个什么 什么这这些股东减持 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国有企业自己都在跑 啊 这次就是这这些什么银行啊 这这些搞起来全部都要减持 大家想都别想 包括中石油 中石油90%多都是国有的 你说他减 减持一点的 那都不是说 那不是说啊 还有还有社保基金呢 对吧 所以起不来 起不来啊 这有有个网友也说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茅台很珍贵啊 很稀缺啊 告诉你们吧 茅台一年的产量有一亿瓶 每年喝到喝掉只有三千多万瓶 这还是经济最好的时候 每年七千多万瓶被囤起来等着升值 目前社会总库存八亿瓶以上 全中国人一人可以分一半 分分的随便分 有很多老人小孩嘛 啊 当茅台失去升值价值的时候 就会有多少被摇到市场当中 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更可怕的是 这今年一亿瓶还没被消化 明年一亿瓶就要来 这就是这就过上产能 为什么专门说茅台 茅台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估值的神话 这神话都破灭了 茅台也破灭了 房产也破灭了 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什么没破灭 都破灭了 学区房也破灭了 中国所有的估值 这个最后的堡垒全部崩溃 而且后面一甩出来 这个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所以玩读了 以后不上上下乡就行了 读啥书 小学关掉 不用学区房了 以后就去跟农民伯伯 这个更甜 以前毛泽东说 跟农民伯伯学行 那些老师也不是个好东西 毛泽东说 这个像袁腾飞那些历史老师 整天是吧 整天造谣 这玩意儿 这个还是 这个上山下乡好 还是上山下乡好 是吧 你看这几年 你看这个像小林财经这玩意儿 这些 读那么多法律 出来还开个频道骂共产党 你说不要读那么多书 是吧 另外一个在中央也也说了 上市公司被 你看官媒发了两个文章 就关于这个补税这个问题 我看很多人也说了补税了 我就不说补税 我说什么呢 中央对补税的这个行动的看法 因为民间有反弹 我们就看官方的反应 他是纠错呢 因为有时候你比如有 有些事情一出来 官方还是会有降温 或者说有一些动作 但我们看到他 而且他不同的口径反应 他的一些 你比如当时铁头 你比如铁头在日本的多多少少 他也说你们要理性 就虽然他他还是拉偏价 还是对日本肯定不对付 但是他多多少少 还是要说点场面话 但是关于补税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两个标题 我们看标题也行的 多加上市公司被要求补税 专家两个点 加强税收增管 这个的一个缩影 倒查三十年是误解 你看这误解 你们误解了 不是倒查三十年 权威涉税服务机构 两个点 当前对个别企业 一小撮企业追缴税款 是正常履知 你看官方媒体 就是各种官媒 就是出来这个标题 大家谁愿意收就知道了 权威机构 当前对个别 你看一小撮 这个分子 是正常履知 也是营造公平公正的税收营商环境 你看这就明白了 就是官方 这叫做习近平 我们那个名正言顺 这个我们那个挺起胸膛 就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收你们税 理直气壮 也不装了 也是摊牌了 因为这个为什么摊牌 我就可以想象 就反正现在的经济也这么差 这民营企业家也没几个人 现在是八部委联合作战 紧粹作战 联合作战中心 你这文意 这是什么 把最后一茶韭菜给割了 这就什么 这就 杀鸡除了 喝着鱼 截着鱼 是吧 这最后一波 最后一把 最后搞完 对于也就不用下蛋了 你下啥蛋了 我得直接把鸡仔 以后也不指望再鸡了 明白吧 就是这是对民营企业的大转变 但是 你想现在这些风口 再搭配七月份要开的这个三中全会 到时候会拿出来什么东西很难说 三中全会很可能是开历史倒车 那样到时候三中全会公布 民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要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 倒查三十年还是对的 还是对的 就这个意思 你想中央都这样拍板 那地方将会疯了 你看地方当还有点保留 也怕这个中央骂我们那个影响营商环境 行 现在官方媒体发文停 支持各地倒查三十点 OK 这个东西一下去 我们将会看到今年余下的时间到到今年年尾 就连 后面这几个月将会毁灭性的雪崩式的 席卷全中国倒出场 官媒都确认了 是正常履职 是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那地方就不用藏着夜了 对吧 所以就很多人也想跑了 但跑 我就提醒大家 想跑的就快了 剩下几个月之内你不跑 我不说共产党让不让跑 人家要不要都不好说了 为什么 你比如是这样 比如这个最近有一个风声出来 就日本这边有几个广东的旅行团来的来到广东之 来到日本之后 好像又福建了 有一个是福建 就出色 就黑了 所以现在十一家旅行社被取消资格 不能递旅游签 就是收紧收紧这个签证 外面不要了 这就很麻烦 这就很麻烦了 就有一些疯了一样的跑 你比如这个走线 就会导致这个门就会关的 因为毕竟这么多人涌出来 人家肯定会引起民间 还有民意 就在日本在美国的一些反弹 民意有反弹 议员就要做点事情 做点事情就要收紧这个移民政策 那就完蛋 那就完蛋了 明白吧 所以这个 要跑的 赶紧的 赶紧的 今年 无论是外面的这个这个BG也好 怎么都好 还有里面习近平的这个这个这个闭关锁 都会加速 三中全会很可能会出现大爆雷 这个到时候会出什么不好说 这麻烦了 这个大家赶紧跑 好啊那先说什么都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